你不需要影響 哦,那OK,OK 我的作品名稱叫行車安全系統警示器 主要是當前方有障礙物或有車輛時 會提醒駕駛的人要放慢速度 這兩組 第一點是 會在前方有障礙物 超音波感設器 他會一直整車 如果他很距離在 一公里 他就會在一公里 然後發出一些刀繩 還會全力 提醒駕駛 第二點 駕駛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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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有不滿 一手 駕駛人 駛人 精神 開始 我們來開始 那個做的時候有輸一點問題 然後就很多都沒做出來 目前這裡是可以 可以去做就可以 就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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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們兩個怎麼做的 我先做配型 然後他用這個 那你們有 OK 所以成果沒有出來 有沒有 中間的一些例子 可以讓我們 看一下 對啊 怎麼構思 或者可以解說一下 我們是抓什麼 就是三大店 然後再進行 認識和討論 然後謝謝 就 我們會抓 三個 然後我先投 然後再回去看 誰 只要做 然後 然後 再把它弄在一起 這樣 你看 我 那時候 都會用這個東西 但 算用力 算 所以我們 也沒 一點緊張 所以主要是 超音做真熱器的運用 對不對 對 就是 他的感測器有無處 對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就好了 那個情境你們覺得會對嗎 就是 你說隔一陣子播一個音樂 隔一陣子播一個音樂 隔一陣子播一個音樂 可是我們一般開車 不都在聽音樂嗎 那個情境是怎麼想到的 為什麼說我們搭的系統不一樣 為什麼可以補充的 就是會播一種比較正分的氣 要嗨一點 嗯 就是讓他進什麼 不管他播什麼 他應該突然差一個 好 正分的氣是可以播的 哈哈哈哈 特別的 對 OK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好